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一个人修 不如大家组织起来修 有的时候有几个人的团体 或者我们已经年龄到一定时候 比如说人到中年了 那身体都有些不舒服或者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 比如说能够组织七八个人 人家说三个臭皮叫做点个诸葛亮 有时候有七八个人 十几个人的小团体 各有各的技能 各有各的智慧 人世界生活应该都人到半百了 都有一点智慧 成佛是个慢慢的事 不可能说一下子我们学了不经就能成佛 那在修行的过程中 比如说身体今天这个有病啊 明天那个有点问题啊 腿疼啊 有的坐不住老人了嘛 有的坐不住能困啊 甚至来个吉祥卧是不是能入定啊 这就是有一个假如说中间有个师兄能组织一下呢 就给大家里边加一些善巧方便的一些 比如治病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很多师兄有简单的比如 爱救啊按摩 买些 现在你看我家网上那种按摩器材特别多 电动的啊 或者老人就每天我哪怕 比如这个房子有一个房子 七八个老人就说我们来了 打坐两小时 剩下就是理疗 集资大家买些仪器嘛 或者是有些那种 我家那种就像那种 电动那个什么 就是生日记住按啊 就是他很畅通啊 就是那些 各种买几间 就是大家剩下一个小时 就互相互相理疗嘛 因为有时候孩子们 有的人 有的人孩子们也远嘛 你回家让孩子们都上班了 给你爱哪有时间是吧 互相你给我爱 老人互相你给我爱 我给你都是 你让他拿死我爱肯定不行嘛 你买些这个 就是好一点的这个理疗器材 啊 然后呢放在这儿 就一个小时我们又来互相理疗 互相拍打 这拍打也是蛮简单的啊 挨揪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各种肉肤啊 配备伤 就哪块老人有食器啊 或者是拿盐带符啊 给互相弄啊 互相 我觉得这个呢 有很多老人 他就在修行的过程中 走到这个肉体他难受嘛 是吧 就不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个说 有的老人 你要是光说是 我这个团体就是来做的 你进来就能念佛 你其他的不能说不能做 有些老人就不行 他就第一是有时候孤独寂寞 或者是来了 做不行 做一会儿 还想跟你说说我家那点事儿 啊 我家儿子砸了 就是挺树一下你知道吗 那也是啊 是个老头 一个小时理疗 一个小时互相诉苦 这也是可以的嘛 剩下一个小时涅腹啊 这 你往哪树呢 说完了他心里舒服好多 哎 这个老人说 其他老人说 其他老人说我家也是这样 这个看来我们家家都这样的事 就不算事儿 是吧 既然家家都这样 那就肯定不是个事儿 是吧 你看我没你气 你看说明我就这样处理就可以 所以 他说要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日常的这些 在未成佛之前处理日常的身体的问题 心灵的痛苦 这就是互帮嘛 这才是 这就是说 我们又有空性政界 还不舍慈悲 善巧方便嘛 否则有的老人就走不下去 你知道啊 别说有老人 年轻人也走不下去啊 年轻人也有 有时候会有经济上的困难了 会有 孩子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爱情的问题 父母有反对的问题 年轻人也很难走 是吧 这个不是说老人 说是有人说 他说 哎你就是念经念的 但是说这个知诫 他可能信了 但是也不一定 他就是可能 这是个说法吧 其实老人还是他觉得 在你这个团体 坐不住 可能可能修不下去 是吧 有时候说人家 正好有些说 哎你修经 你那个经太大了 你承受不了 或者什么老人说 那我就念个小经呗 是吧 你回家是不是 念个地掌经了 念个说是法华经太大了 他是有时候 哎 这个很正常哦 什么就是 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你们如果七八个人 在一起共修的话 我觉得有些 做个理疗室 理疗的打坐的 这个是比较好的 互相帮助 这个也是制度利他嘛 制度利他 就是同时制度 也同时已经在度他了 不是说我们等着成佛以后 坐在那儿 洪耀佛法 往度众生 等着度三戒六道 那你等你成佛众生 都融合了几百次了 是吧 眼下能做啥就啥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技术的出技术 有才华的出才华 就是 大家凑在一起 好好养老 共度晚年 然后还要成佛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是吧 法华经这个第一地 这是我们要学的嘛 是吧 那学了我们知道 我们本来是佛 不知道这个 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是吧 那我们本来是佛说 轮合也没识没丢 那我们把它弄出来就行了 是吧 佛说就是因为你不断的 着想妄想 你就障碍你这个佛性 活成个佛了嘛 你活不成佛 佛这个重生 是因为着像嘛 着像就是 为什么你会 情不自禁地找到这个像 你也不想在乎它 但是什么都影响你啊 地球也影响你 月亮也影响你 是吧 风也影响你 水也 雨也影响你 雷也影响你 什么都影响你 为什么是吧 因为你起心动念 妄想为情啊 你妄想为情 时空就在这 你就是个时空啊 你活成一个时空状态了 你活成一个人像了 是吧 这个人像影响你啊 所以胁迫人像 那就是停下妄想 所有的修正 不外活这样 你听 是吧 如果你还受影响 那你说明你没停 或者你功夫不够 你停了十分钟不算的啊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二十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停下来 功夫不够 那就继续修啊 继续修 就是这样子 始终是这样的 修行就是 你说经常大家问我 老师我村哪个地方 我还是继续努力 你就这样继续修 见地对了 你都是佛说 我说不是 七力未冲呗 就是力量不够呗 功夫不够呗 为啥功夫不够 我也修了十年了 那你散乱的功夫 比他修的多了 是吧 你一天散乱的时间多长 修定的多长 你算什么 二十四小时 你才做两个小时 就算你做八个小时 那剩下的那些小时呢 那还是全散乱的哦 还是不能抗衡啊 但是我们有佛的见地 佛菩萨的加持啊什么 不是说我们这样 就没希望了 这样是可以的 你今天拿出一段时间修行 就可以的 然后如果客气修正的话 心性少开悟 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气脉的转化的话 那可能有时候真的 缺切都在修正之处 那你看看当年释迦摩 在菩提树下四十九年 人家四十九天不起座的啊 人家你看开悟那一看 在四十九天啊 就喝了一个羊奶 坐在树上 就没起座 是不是 我们啥时候没起过座 是吧 我们是说做不下去了 烦死了 是吧 你一次也没有过 人家实际上说 如果这次不成道 我不去此座 四九天坐在树下 菩提树下悟道 你说我们功夫不够 你就没那样下过决心了 但我不希望大家修那样子啊 那样子说 老实说了 让我们四十九天不去 回家坐在坐点上 不起 是吧 家这个啊完了去 都有问题了 因为真的是 你你修行的环境啊 各方面啊 就是 也要在乎家人的绝受 你是在家人修行啊 也要在乎一下家人的绝受啊 你不能不能 我修行了 我天他下来不管了 如如不斗 不管三七二十一 刚开始嘛 当年你 是吧 你生下来你 你父母孩子 家人都有了 你现在你要修行了 一脚踹出去啊 是吧 这个不业不对啊 是不是 慈悲心啊 不是一直说 破一切想不舍慈悲嘛 嗯 慈悲心就是先照顾一下别人的绝受 但是也要坚持修行 就这个有时候 你根据自己的 身处的环境的状态来强整啊 他不是死的 但是说你我没能力 我实在照顾不了 照顾了他 他太过分了 照顾了他 我一下也不能修了 那再说了 这个别现象是吧 就是 就这样嘛 那是那是偏见 不可能说是 我连一小时也不让你打坐的 如果是家人 连一小时也不让你打坐 就觉得 所以你坐这一小时 家人都反对了 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不让你做 是因为你 他觉得你有问题 他不支持你静坐这回事 并不是你没有时间 不是他冲不出来时间了 他不支持 就继续 你这个说完了没 就继续呗 继续呗 就继续 然后呢 实在有人说 师兄们 人家说 退出你这个团结 不跟你们一起修了 就退出去呗 有啥遗憾呢 大家在哪也能成佛 反正都是佛迟早会醒来的 这辈子醒不来 下辈子也会醒 总有一天会醒来的 是吧 不用遗憾 不用 不用我们在红尘里边 啊哈哈夫妻关系 不能拿起来放不下 亲情里边拿起放不下 友情里边拿起放不下 现在弄了个共修也拿起放不下 是吧 学佛法佛法放不下 学世俗法世俗法放不下 是吧 亲情有情有情哪个情也空 是吧 共修个团个修都还不行 就是什么任何时候休息 都是绝照自己 如如不动挨住 因为有些事你能做到 有些事你能改变 你能帮助到 有些事你改不了 你什么也做不了 就在释迦牟尼佛坐在这 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别说我们 人家不愿意修 你你另让人家修 你拉着 人家今天不愿意修 你另拉着修 那也叫财人 那不叫慈悲 是吧 让他轮回一下嘛 是吧 人家想做个梦 你不让人家做 这不欺负人家 是吧 人家想做 再做一辈子梦 不让做 我说我再做一辈子梦 我下辈子解脱休 不让 你死活 是吧 人家做的美梦 你不知道是吧 你做噩梦 你肯定小心了 人家做个美梦 不让人家做 让他做 反正你知道他 迟早会醒来就行 这也是放下的一种 那纠结啥呢 渡人也不能执着 可惜了 可惜啥呢 渡人不能这样子 你不行 你一定要学习 你太可惜了 你不学习 你真是不幸福 你得 以爱的名义 这就是父母 以爱的名义 绑架孩子 所有的你看父母 都是爱孩子 都爱的 刻骨铭心的 我就是爱你 我就是为了你的幸福 你救的这样做 现在到了佛菩萨了 渡人也是这样子 你就能解脱轮回 你不解脱轮回 你这辜负佛的期望 你这太可惜了 佛法难闻 你闻道了 你不修行 你太过分了 你这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生生世世的 你不能这样子说 父母不要这样 邀请孩子嘛 我们不是 自己一辈子也没幸福 还想知道孩子幸福呢 是吧 都是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永远心平气和 尊重别人的选择 尊重 老话人家说 我就生生世世世轮回了 OK 尊重人家的选择 你说 说一遍 没人的事 我好看 你不得意 你也不得意